我们在讲中的一个是台湾的历史的故事 嘻哈文化在台湾越来越普遍 而且融合台湾本土味 现在连大学教授也疯狂 来看今天在台中举行的台特嘻哈饶舌总冠军赛 由大学老师穿着西装来唱Rap 连篮馆北馆也搬上了舞台 真的没看错 嘻哈饶舌比赛演奏音乐竟然是南北馆 同学吹得很投入 而这组来自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 他们特别的还不止这样 听歌声唱的还是客家语 用客家唱Rap让台下评审都塑起了耳朵 也以为嘻哈就是垮裤装扮唱饶舌歌 但这位参赛者偏偏不一样 穿着蓝色西装戴着眼镜 你相信吗 原来他是一名大学英文讲师 用Rap唱出老师的心声 大学老师不识抱嘴本英文原文书在台上 要同学好好念书 动作虽然有些僵硬 不过对唱也让台上的学生很疯狂 讲述了一个是台湾的历史的故事 然后希望小朋友养啊 他们可以知道台湾的历史 参赛者今年的表演让评审都看傻了 唯一组的女生团体更赢得了热烈掌声 而怎么是台客呢 参赛者可很有想法 参赛者可很有想法 加入台湾文化元素就是台客嘻哈 参赛者不只比唱义更将自己的想法显现在音乐当中 热三界国势中台湾报道